啊 既然楚元元隐居了 那些信也不能证实是她所写 究竟她知道些什么秘密 会不会楚霸天王贺子的死 还有扎木侠的失踪 根本就和楚元元没有关系 既然楚元元不见了 我看我们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咯 诶 楚大哥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啊 这时候怎么没有马车 给我们坐呢 这里 这里可是荒郊野外 怎么会常常有马车 等着我们呢 那我们从贫民窟中出来 为什么我们一出门 这么巧 就有马车等着我们呢 除非是有人先安排好 还有 当我们发现楚霸天的死 好像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时 那位女住持 表现得太奇怪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实在可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间安堂之中的住持师太 现在已经不在咯 请问住持师太在哪里 我就是这安里的住持 什么 可是刚刚那个说 他自己是肃兴安的住持 小安乃是七圣安 肃兴安从此绕城西去 还有树里 还是别坐马车的好 靠自己双腿啊 比较稳的 敢问这位师傅 这里是 肃兴安 自然是肃兴安 谁敢说这里不是肃兴安 那请问 楚元院是否在此挂单 在 在此挂单 却不知是否是你要找的人 那是否可以请师傅为我们引路 我们想找楚元院这个人 嗯 挂单的人在里面 有人来找你了 你要不要见他们呢 哪有愿意见你们 你们进去吧 嘿嘿嘿 多谢师傅 淑大哥 你看 你们见到了 你们见到了 挂在上面那个 那个就叫挂三哪 快下来借客 快下来借客 他是个疯子 周大哥 他中了黑夜人的暗器 他所中的暗器 是很烈烈毒啊 你快说 你是不是跟黑夜人 串通起来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啊 假的素心安堂 是想让我们绝了 寻找楚媛媛之心 没想到 却被我们看出了破绽 于是才布下 这个杀局 这个神秘人实在非常狠毒 但这个风靡临死前说如 又是什么意思呢 也不知道 他是真风还是假风 更不知道 他是不是有心来害我 楚大哥 那你说楚媛媛 有没有来过这里 说不定来过 也或许 让黑夜人抓去也说不定 我们四周看一看 说不定有什么发现 红秀 有没有什么发现 这个安堂 好像已经荒废了很久 真不明白 楚媛媛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楚大哥 你发现了什么 这里的土色 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 好像刚刚被人挖掘过死的 对了 刚刚我经过柴房的时候 看到有些铲子 锄头 好像也刚刚才用过 真希望这个楚媛媛 不是躲在这底下 跟我们玩捉迷藏 楚大哥 你看 这兵器是张木侠所用的 这水梨龙要是知道 他爹已经死了 肯定会为上一次 跑到我房间 脱衣服而后悔不已 或许人家一样不后悔呢 别乱说 要是那样那就更糟糕 发现什么了 对了他们扎家的 霸王三局之后 会不会变成三只手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说笑话 不说笑 这个会是谁啊 这个 不就是昨天的你吗 杨孝天 你看他的指节骨 完全都张不开了 这就是练不死神拳的特征 而且自杨孝天失踪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练这种笨功夫了 看来他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这个是心死 一个是旧葬 这两具尸体 跟楚元元有什么关系 看来我们得把整件尸庭的始末 好好地整理一下 好啊 那就由二十年前开始吧 二十年前 楚霸天 张木霞 杨孝天 汉王 贺子四人 将妙手神将洪峰 打造了一把识觉锁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收藏一个秘密 嗯 而唯一能够开启这十觉锁的四把钥匙 由四个人分开保管 二十年后 楚霸天死在乾坤圣水之下 而我 就被怀疑成偷盗圣水间杀人的嫌疑犯了 好吧 那我暂时把在你身上下毒 判毒杀楚霸天的人当作是同一个人 那这个神秘人 又应该是独孤一郎的后人了 于是 我为了寻着楚霸天的死 开始追查独孤一郎后人的下落 误打误撞 易用成杨孝天的样子 更被张木霞的女儿水玲珑 误认为 我是怀有其中一把钥匙的人 于是被他缠上了 他的目的 就是要杨孝天身上的那把钥匙 接着 我们发现张木霞也死了 而杨孝天在多年前也被人杀死了 在整个过程中 神秘人一直不停地消灭线索 还有关键人物 但似乎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不知全